大家好 我是五仔 這一節跟大家講一下佛閒 會講一下一些失德老人 糟糕 老人無德 偉三代 如果大家都有子女 你都會老的 或者你有一些家人 年紀大了 究竟他是否一個失德老人 有些方向可以看到 大概六七點左右 那就不要做了 不然會惡然子孫 你避得過子孫後代興旺發達 避不過了 又欠身家 又激死自己 又心有條刺 變成像某個家庭的人生污點 這節目很適合可百聽 可惜他不會上網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廣播 先回應一下網友的問題 有人說五仔你牙痛可以試試油拔法 我當然會用 油拔法令我牙痛 我把一個很大的鉤的牙石 弄出來 你們有所不知 遲些有條片介紹你們 唉 但你 真的很難說 牙石出來之後 空位有東西 空位放了一些 所以不要經常吃生物 生物有菌 看了牙醫 吃了抗生素 三天 好 可以做健身 多謝網友關心 另外有網友說 每次聽到你說自己爺爺 就很感動 我自己也很感動 在我人生當中 有一個對我完美的關係 正常來說 父母 家裡 譬如是兄弟姊妹 男女朋友 老公老婆 朋友 什麼都好 兄弟什麼都好 你一定是有些 跟你有紛爭 或者我不喜歡你 你不喜歡我 但我和阿爺是完全沒有的 完美的那段關係 因為他疼孫子 我做什麼都可以 我要什麼都買給我 我長大了 懂性 我便愛他 我十幾歲的時候 最擔心就是他離開我 人真的會有年齡的時間 對不對 為了他 我和耶穌基督聊天 學佛也關他事 看著他在我面前走 我都破了我的生死關 感恩遇到他 真的非常好 這個老人家 所以我為什麼這麼尊重他 以上的失德行為 我們今天會說的主題 失德的老人家 他是完全沒有的 很完美 無論是他身邊的子女 孫 外孫 還有他出街的人 看到他 那個氣場 好得不得了 每個人都對著他笑 每個人都關心他 去到醫院都有人 好好照顧他 因為 例如睡在他隔壁床 那些人說 你阿爺真的很聰明 他厲害就是腦 一百歲的腦都沒有退化 但你看到可伯 七十多歲已經 其實沒有關係 一個人貪真癡越多 你那個腦就瘋了 你那個人沒有貪念 沒有憤怒 沒有對世界的一些錯誤的認知 你那個人其實就有智慧 老人家是學那一種 你去學那一種 你真是 真是麻煩了 你一定是慢慢轉淡淡然 所有事情都淡淡然 對生死又看得很淡 對子女也好 對孫兒也好 兒孫滿堂 真是很有福氣 他臨走的時候 我都跟他說 你真是很有福氣 我就沒有你那麼好福氣 你看你多少人在你身邊 另外說一下 有人問我為什麼不跟OK仔講佛禪 他曾經說他的朋友很喜歡聽 我不用說佛禪 他很想 他這樣說 他只要我們一起說 我都不直接說你懂不懂 我給他一個四聖帝說 給他一個四聖帝看 我看了一些基本的佛學 我今晚就問你 其實主要來說 四聖帝是基本功 如果佛學根底到差不多 你的人的轉數很快 你看顯空法師的轉數很快 那個思路條理很分明 說話很吸引 我看每一個大和尚 正空法師 一行禪師 佛陀釋迦牟尼佛 很多尊者菩薩 很多人都說話很吸引 我叫他學佛 希望他生智慧 希望他可以在我們的工作上做得更好 然後我問他四聖帝 我問他 你看到什麼 他說他不明白 我解釋給他聽 他明白了 四聖帝 虎集滅道 虎堤 他看到虎堤 之後 雜堤已經沒有看到 這是他興趣的問題 有些人很喜歡打籃球 他會經常打球 有些人會問 追球有什麼好玩 我會不斷微調自己的動作 去把自己越打越好 但有些人連球都不行 他知道打籃球很熱 他就說NBA很熱 買了三褲 NBA 就是告訴別人 我是打球 但落到球場 就不會打球 他很想去參與 就是這個原因 但他自己本身很好 他的脾氣很好 做家務 他的功不跟我的功 我的功是理解和辯論 他的功是忍辱 脾氣 對人好 你們很喜歡他的親和力很好 我就是古惑仔 古惑惑 想一些比較絕惡 不同的 所以佛禪這個環節 如果要找一個差不多可以說得到的人 就不是他 每個人有不同的方面 另外有人說自己很討厭這個世界 有些人沒有本事 又要學人生兒子 就帶小孩來這個地球 全世界要圍著他們轉 不能生氣 不要討厭 不關你的事 人家的業障 你猜他想生嗎 他想生 但沒理由說生那麼多個 他真的欠了一些疑慮 他的疑慮債 追他來還債 土債 可以報恩 可以報恩 這個世界難保 誰知道 誰知道 但這些事與你無關 對 當然你說他破壞社會 佔用公共資源 還要狠得戚 好像 何太 當然人見人討厭 你也會討厭 但你說 那些人沒有本事 生兒子 難說 富不過三代 窮又不過三代 我家裡不是有錢 但 這個世界很難說 做人 最重要是 肯下手下腳做事 不是等運到 炒炒賣賣 偷黑拐片 這些都是家鋒 我爺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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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很勤力的人 亦不會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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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說偏心的 待會再說多些給你聽 另外有人就這樣說 We may be have parental love 即父母的愛 我們未必有父母的愛 But God love us Jesus love us 即神愛我 耶穌愛我 很多人like 很多基督徒在這裏 我認同這件事 我認同 以前 以前在教會 我們學到一句話 很多人去到教會 其實很淒涼 有些人都哭了 我們去禮拜日 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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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都哭了 我記得一些牧師 或者一些 那些叫做什麼 那些叫做 組長 還是什麼 我不記得了 他們都會說一句話 就算這個世界 沒有人愛你 上帝和耶穌都愛你 他這句話 甚至是神的大愛 其實給了很多人希望 是的 當然有些人說真 有些人說假 我覺得絕對是真的 為什麼 因為說假的那個人 他小時候都是在教會 那些牧師給他奶粉吃 如果沒有神的愛 那你怎樣養得大呢 你可不可以說這句話 你可不可以說這句話 是 哪個一世 哈哈哈哈 不說誰 你說耶穌有沒有愛 你說上帝有沒有愛 如果他沒有愛 你小時候媽媽抱著你 拿奶粉 為什麼他要給你 那是真的嗎 你自己說 就是這個意思 宗教的愛 我真的很明白 那種大愛是沒有條件 他不認識你 人是需要有這種愛 如果不是 太多想法 就會很自私 你不可以幫助 做人已經夠慘 有些人他不想那麼慘 有些人不想 就算你說他父母 不應該生他出來 但小孩是無辜的 對不對 你可以怪父母 但不能怪小孩 那我們今天說一下 缺德老人的事情 我喜歡聽賀明生 寫了一句 他說人 三個不幸 有關可白事 笑年得志 語無論痴 中年失業 第三就是臨老入花蟲 都真是 真是說得不錯 我研究到一篇叫做 老年人精神醫學會 講臨老入花蟲 談失智長輩的不當性行為 喂 真的 通不通 在東章事件上通不通 失智長輩的不當性行為 原來一早已經有學科去研究這件事 不是 所以 有人說 放李隆基和可白 比較是對的 一個是聰明的 一個是 嚴重的 這樣 這個當然會是 嚴重的 你 搞到是 脫離了 父子關係 父女關係 說什麼都齊 他在那件事上 簡直 什麼都有他份 什麼都有他份 那 不是說不讓你玩 你有能力你就玩 你以為自己有能力 是不是 借家裡的家業來玩女人 你不行 這樣 如果你是真的有錢人 自己有錢 沒有人理會你的 不是你的 你強行說人家搶身家 這個就離譜 這個其中一樣 臨老入花蟲 這個 我想大家都不想見得到 這個topic 就講了很多次 但是我們就慢慢再講 很多其實都是叫行為脫罪 凡事都有一個程序 那 你竟然老人家 經常做這些事情 長輩不是應該是一個榜樣嗎 這樣 不是 長輩壞害全家 無得老人是一家人受苦的根源 有沒有這麼嚴重 研究一下 雖然這個曾廣言文裡面有言 唐上二老是活佛 何須寧山朝世尊 父母真的是我們的 有些人說是財神 有些人說是活佛 尊敬父母 孝順父母是應該的 這是應該的 家中長輩 如果是得高望重 品行 有多好 當然是活佛 真的 我剛才跟你說說阿爺 是否讓我學會很多東西 是否讓我感受到愛 做人應該怎樣 那種正能量 我前陣子身體不好 我也在想 究竟我阿爺平時做什麼 我就想回她 雙手翹在後面 學她很快地走街散步 我還記得她笑她 我用她的能量去處世 那些慢性不舒服的東西 全部沒有 她真的 她留下很多東西給我 而她的東西也在我 學了她的東西 所以 德高望重 品行不錯 這些是家庭裡的活佛 是真的 家有一老如有一寶 是真的 但是你也要是 真是有個德行才行 所以 尊敬父母 尊敬祖父母 我們又何須去寺廟 朝拜佛像 長輩是家庭的頂良處 他們的行為 他們做什麼事 說什麼說話 都會對家庭子孫後代 有個深遠影響 好的長輩 全家都興旺 壞的長輩 子孫就倒楣了 其實我有個朋友 我經常說有個敗家子朋友 他阿爺很有錢 他爺爺小時候 他爭身家 十幾歲 也未夠十八歲 還覺得自己好處很威風 自己是白癡 錢都不是你自己賺回來的 一點都不覺得他承認 一點都不覺得你承認 他以前會說我們是辛苦的 我不覺得自己辛苦 做的事很開心 我賺的錢一定多他 哈哈哈哈 我每個月的現金樓都不會少得他 你會不會覺得自己很有型 我覺得他最大的問題 為什麼講到長輩會令他有這種格 他那時候告訴我 我記得那時候中學 有一個叫8250 最貴的那部機 香檳金色 一萬多元 那個同學就說 我阿爺用這部機 古天樂也是用這部 當年 是香檳金掀蓋 吞的蓋 古天樂也是用那部850 然後他說 這部機是我阿爺的 他不懂得玩 他只會打出答 我幫他按鍵 他不懂 但是他要賣最貴的 你想想 一個這樣的長輩就令孫子很虛榮 然後我不覺得他有型 他是把所有的名牌穿上身 最貴的牛仔褲 最貴的鋪路襯 最貴的袋 已經什麼LV 十幾歲 整個大陸仔 真是噁心 不漂亮的 然後帶一隻勞力士 沒有人覺得他有錢的 出到街上 有句話這樣說 航生帶一隻假錶 都會當你是真的 這個也是他的長輩給他的一個價值觀 虛榮 他的長輩 我不可以說他壞 總之有些行為令他變得被人笑 所以長輩有德 輕昂三代 長輩無德 禍害子孫 這是絕對有道理的 德高望重的長輩 會對家庭造成極大的影響 有多大呢 毫無德行的長輩 就會對家庭造成消極負面的情況 近來大家看到的 大家看到的 要令家庭好起來 很難 但壞起來 非常容易 你上一頭加好 學好三年 學壞三天 對吧 真的 很難的 要維持 壞 一下子打爛他用什麼 你試試打破玻璃瓶 黏著給我看 不行 你打破他就容易 黏著他 基本上沒有可能 長輩壞 害全家 我們數下有什麼 成為大家受苦的源頭 看看家庭人有沒有份 唉 幸好沒有 幸好沒有 間中有些人 不知道他什麼心態 生亡想 喜歡和家庭人對著幹的長輩 唉 我也說 我有個家庭人 我經常看這些 富裕節目 學習安德尊 學習安德尊 做主持 我為什麼要告訴你 我為什麼要跟你這樣做 和安德尊一模一樣 安德尊是主持 入氣太深 整個格都像安德尊 這樣很討厭 為什麼有人覺得他很討厭 但我不會覺得安德尊很討厭 因為他做的是角色 他平時一定不是這樣的 他做主持的時候是這樣 但有些婦孺是看了電視 然後他變成這樣 喜歡和家庭人對著幹的長輩 我為什麼要說安德尊呢 安德尊不是經常和李錦聯對著幹嗎 他是要做節目的效果出來 有些人覺得很過癮 這樣做人好像很聰明 做人不是這樣做的 我告訴你 有些長輩 你說什麼說話 他都會支持你 無論你說得好不好 他都會針對你 反正 其實他的目的不是為你好 主要是為你難受 他是令你難受 他不是為你好 他不是教你的 他不是教你的 有些人是包咬頸 當然 你是一個真正聰明的人 都可以用一個舒服一點的態度去教育你的後輩 但有些人是 講話很難聽 我明白 我看到很多網友在求救我 我知道 我 不會說沒有 我來這個世界 我不會說沒有遇過 但我這個人 想法很快 你要考慮 我未必可以考慮 但這樣 家人的和氣就不好 對吧 不好 不好 自己人 大家自己人 有些令你難受的長輩 就是喜歡跟你對著幹 好像 那些刺慧 有刺 一埋到對方 互相傷害 沒有和諧的時刻 為何會這樣 這些長輩 心理學角度 每個人都有些叛逆 逆反心理 你越想這樣做 他越不讓你得逞 不是 我真的有個長輩是這樣的 我要用羹吃飯 他要用筷子 我拿一雙木 他要我拿一雙粥 總之 什麼都看不順眼 有時這個 你想吃牛肉 他就偷些菜 你搏他 他又認為你不夠孝順 不重視親情 你不搏他 你又覺得自己 就好像 就是 總之 他又會得寸盡尺 那種 什麼都有 不過我不記得 那些事情 很小 那些事情 不想了 他做的事情 那個人已經不是這樣 現在 我也是用一個 佛學啟蒙老師 跟我說 他是愛你的 不過他用錯了表達方式 我用這句話 可以原諒我所有不順眼的人 哈哈哈哈 多快樂 大家都嘗嘗這樣做 但是 真的有些人跟你頂心慘 對著幹 你可以這樣 反過來 如果你做一件事 他不可以 他要跟你頂的時候 你試著順著他行不行 那你又不行 其實他頂你的時候 你頂他 但是互相 一隻手掌拍不響 是不是 試一下吧 有什麼所謂 學佛經常都沒有我 有我 有我 就有我執 對著 不用經常對 不是 有些真的要經常對 住在同一屋簾下 有些真的經常對 我最辛苦 是的 但是你又不可以做到 像五仔一樣 開完禁錄又可以 我是變什麼都可以 是你罵我 走過來抱著你 親你一口都可以 我是這樣的人可以 是的 但是很多人是做不出的 因為我是受過 演員的正統訓練 我很討厭那個人 可以抱著他 然後跟他說一些很甜言蜜語 我是做得到的 我多不開心 我都可以笑 但是我知道 對有些人來說很辛苦 是非常辛苦 那怎麼辦呢 對著幹的行為 只有沒有零次和無限次之分 長輩只要跟你對著幹 他就永遠跟你對著幹 甚至不會放過你 那怎麼辦呢 其實這裏都是教你剛柔並濟 令他們知難而退 剛才五仔說的那些 你明明很生氣 但你對著笑 你說得真正對 你為我真好 你是這間屋裡最偉大的人 大家為個股長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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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整件事就不行 沒有問題 但如果說 做什麼 現在 那你就加衰口不停 沒有辦法 你一定是要耳猴仔剛 而不是怎樣 認真要什麼做人 是吧 那個處境 可能你每次都這樣讚他 下次對你好好 他覺得每次沒有人讚他 這個世界 他都缺乏一些愛 沒有人讚他 只有你讚他 他就很開心 這個世界很好玩 顛倒的夢想世界 經常都說 他罵你未必要出憎恨的心 如果你有憤怒 那一下 你未夠道行 好了 另外 有些不懂得體諒身邊人的長輩 關係難以長久為係的根源 就是缺乏一種體諒的心 嗯 為何這麼難做到呢 體諒 因為 因為沒有同理心 慈悲心裏面的悲心 悲心就是人家不開心的時候 你不會跟他一樣感受到那種不開心 有很多人根本是想說就說 是啊 說完之後你不開心 我不會有 這個其實很難 要分析幾角 所以 言多必失 對住家人 不要說那麼多話 哈哈 除非一直都可以說很多話 要不然 少說那些 你不知有什麼事 聊聊聊天 無所謂 不是個個都這麼有胸襟 這個世界 不是個個都可以生同感受 親人之間做不到這種新同感受 你覺得是不是 搞錯 家人都感受不到 感受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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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之間的關係 又不是單方面付出 所以 他做得不好 你不能怪他 你也要 你做少了一步 我做多一步 如果你想那件事是 和睦的 當然 當然 走去怕那些人 走去是OK的 是沒有問題的 當然 有些人是這樣的 樂得清淨 那 那 好不好 都要見的 中國人的社會 新年 造節 你 你活在這個社會裡面 比如你在香港 這些是基本的 你不用經常對著你 都會有個家庭 去喝 紅白義士都要見 這是基本的 人是有人倫 所以 有時候的事情 就 看下怎樣 不過有些長輩 他 是 高高在上的 姿態 對不對 那 怎麼辦 那我們 和可以可親一點 對 不要緊 做戲 他強 你和他鬥強 兩個人都爛了 一乾一油 才能化得到 另外 有些長輩 很自我 怎樣呢 先說個例子 有個老人家 經常看三個兒子 不順眼 鄰居 說 你 經常 好像不太喜歡 那三個兒子 其實我覺得你三個兒子 都不錯 為什麼你經常跟兒子吵架 老人家說 我說什麼 他們都不去做 根本都不相信我 這些叛逆的兒子 我不說他幾句 他怎麼會乖乖聽父母說呢 這個老人家說的話 又不太適合 但又不可以說錯 為什麼 在他的角度 他覺得是對的 因為這個老人家太自我了 他認為自己是長輩 我說話 你就要聽我話 聽話 我叫你怎樣就怎樣 聽話 可以嗎 其實每個人是獨立思想 都有自己看法 長輩 長輩 遲老賣老 總是把自己的意願 強加在後輩身上 到頭來 小孩子是不會聽你說話 還會嫌棄長輩 父母和孩子之間 雖然存在倫理上的地位差距 但從現實的角度 雙方可以說是平等 我和我爺爺沒有這些 真的真的沒有 他從來沒有押過這件事 他很喜歡煮飯給人吃 天天煮飯在家裡 在生的時候 我叔叔也會說 這個位置留給爺爺坐什麼 他會說先吃吧 我坐哪個位都可以 我坐了他的位都可以 什麼都可以 我吃完的菜都可以 什麼都可以 他是完全沒有所謂的 這個太完美了 以老人家來說 又不會叫我做些什麼 做些什麼 其實是這樣說 我有時候做些事情 凌駕了家人的認知 所以 有些人就會 有些家人會叫你讀書 要好的 出來做事賺錢 要賺得多的 等等 我明白的 人類是有個形狀的 他覺得這樣就是好的 你要聽他說 但我太患海其情了 我令自己很患海其情 超脫了他們的認知 所以我沒有這個煩惱 基本上 好 另外 這個就適合可白聽 大手大腳的老人家 吸 子 孫 添上 極大壓力的長輩 大手大腳 有一個月還是十天 用四十萬算不算是大手大腳 真是 趙公子也不是這樣追求女 哈哈哈哈 你真厲害 為何不說豪門那些事情 為何要說可白 喂 公屋的階層 富豪的貼女方法 你真是成中葉話 大手大腳 不是每一個長者都是折劍 今時今日 物欲橫流的觀念 老人家越來越壞 哈哈哈哈 我有沒有認識那些很大小的人 真的沒有 家風順朴 真的 真的沒有 我媽媽 都算是應洗得洗 真的不算 真的不算 出去比較過 有些人 其實 你現在上Facebook看港女 那些 真是厲害 花錢花得厲害 那 譬如有些老人家 見到一些傢俬 想要就叫小孩去買 人家推銷保健品 他信又叫年輕人買 我完全沒有這些 我剛才二十幾歲 出來做事找到一些 那麼多錢 我爺爺又買東西給他 其實他不開心 他不用浪費這些錢 他不會特別開心 對 他的行為令我感受了很多東西 物質不重要 其實 你個人到就行了 大家要的東西 不是那東西 真的 我不知道 所以我沒有感受過 好像我朋友 有個同學 那樣的阿爺說 要買最貴的8250 他不會按 但是他要威風 他要承認 我沒有感受過這件事 在我的家裡 所以他說 有些小孩有錢 滿足一下老人家的心願 沒什麼問題 有些家人沒有錢 連個頭家都不富裕 老人家大手大腳 讓孩子淘添壓力 有沒有這些 我不知道 聽也少 可白 哈哈 要拿光 拿光 整個家業去發展他的第二春 讓人害怕 怎樣呢 自己過得好 但是小孩過得不好 有些人沒有良心 真的 自己過得好 小孩也過得好 子孫過得好 生活才能夠溫慶幸福 是不是 殺雞取卵 不行 老人家有些自私的人 貪錢的老人 我真是孤陋寡問 我不懂 這個世界一定有 但是我不懂 我不懂 另外還有些什麼 當然有 偏心 人當然有偏心 怎麼會沒有偏心 說出來沒有的也會有 一定會有 為什麼 紅色和藍色 你喜歡紅還是藍色 有些人說我兩種顏色都喜歡 你很厲害 三種顏色 紅藍灰 一定不喜歡灰 有些人說 紅色 很多人都喜歡紅色 那就是偏心 十隻手指都有長短 一定有偏心 四大天王 你喜歡誰 有些人喜歡劉德華 有些人喜歡張學 有些人喜歡 這些就是偏心 這人很簡單 MIRROR 你喜歡誰 每個人都不喜歡 這就是偏心 世間一定是這樣 在老人家心目中 對自己兒孫子女 一定有偏心 正常 正常 我家有沒有偏心 一定有 一點點 我長子的孫 是偏心 哈哈哈哈 其餘那些 也有 不說 那些自己家裡的事 一定有 不過你放心 但有些老人家 不單止是偏心 偏心的程度 可以 重男輕女 當然 再嚴重一點 對兒子 如珠如寶 有 當然 有 所以說可白 離譜 他那種偏心 是偏向外人 他覺得那個不是外人 那個才是外人 神經病 偏向都離譜 所以我昨天說 有一個 這樣分家 最公平 有些網友說 你有愛 那個人 你懂得這樣分 但有些人說 不應該一毛錢 不應該分給他 我說不是 你真的照顧到他中佬 你無功也有勞 最怕他不是 他想搶光 每人都看到他的鬼 你做人 如果你能夠 其實他最大的問題 講講何先生 他就是偏心到離譜 親生骨肉 對 你說那裡 很簡單 450 你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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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份兒 應該 不想給你 也沒有辦法 也要公平 他不是 他要拿光 不是女人要拿光 男人也要拿光 那一刻就糟了 這就是側到離譜 說回現實的例子 有些嚴重的老人家 特別疼兒 想家裡所有東西都給他 那些女兒 遲早都嫁人 當是愛人 那樣看 我家裡沒有這些 沒有 甚至有人說過 愛女兒不愛兒子 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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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也不是 聽很多網友 都說 他爸爸當我愛人 我覺得 隨便 那些網友 聽我說完 說 你有個老公對你好 還想怎樣 分都見不到 有些人 你自己家庭 對 那怎麼辦 偏心 雖然我們感恩父母給我們生命 但是我們依然是獨立個體 人生又為了自己而活 又未必是為父母 所以我們在世上 報了自己基本的恩 那就可以了 做了自己的責任 不用餘孝 不要硬去索取不可能的東西 你自己求不得苦 如果他偏心影響到你的生活 那怎麼辦 果斷地保護自己 那時候有些人說 我爸爸媽媽 要我幫我哥哥供樓出來 名字不寫我的 但是每個月要供 爸爸媽媽供不了 供不起 幫我哥哥給了首期 還要我幫忙 果斷地保護自己 拒絕父母的索取 才是正確的應對方式 知道嗎 傻子 說你不孝 你瘋子 什麼叫不孝 哥哥將來寫我的名字 幫你供 正常公平 那怎麼辦 投家散 不散 不散 不散都散的 這樣 你說什麼 你硬說要找你 供一份 前世險你嗎 神經 我給你錢 你生活沒問題 幫你供樓 不行 沒可能 自己搬出去住 我要供 我也是人 我都是你親生的 一定說這些 沒有 不行 我沒有可能 當然 你有本事 我昨天都說 我爸爸說 留點錢 一人一半 不用了 給他就行了 沒什麼所謂 對我來說 那不是什麼錢 你有本事 就不同 沒有的 這裏是教你果斷保護自己 拒絕父母的索取 你孝順的是父母 不是幫你父母孝順回你的兄弟姊妹 這句說得真好 父母財產是他們的 他們願意給誰是他們的自由 不能說這個 是不是 兩體 兩體 何生的個案就不是 那塊錢是他五個子女的媽媽 我也解釋過 那塊錢一向是你銀行 你怎會和你女兒亂名 那些是遺產 傻的都知道 對不對 不要當自己才行 有時候的事情是要拒絕 不能夠餘孝 有些老人家還很自私 因為老人家大大下變成小孩 有些是 道德綁架 有什麼事情說他們不孝 但其實年齡和背份不是資本 道德是不應該受傷害的理由 我們對於孝順 要在那個能力範圍做得到就做 做不到就 強求就不行 但我們可以約束這行為 我們改變不了別人的思想 如果真的遇到一些失德的老人 有專業的解答 就說 不要在乎面子和別人的看法 只要你心中自己把尺有的標準 但求問心無愧 這就是你人生對他最好的回應 是的 做人可以孝順 但不可以餘孝 你對他好 看他給你什麼能量 基本的需求 養你三餐沒有問題 但你要玩到過度的苛索 就真的 真是完盡 凡事太盡 緣分勢必早盡 我今天講到這裡 下次再講其他 拜拜